哈喽哈喽 我们继续来读万卷书的系列 这个系列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带大家来读一万本书 因为Mr.Gary主要从事英语教学 所以我们就是全部来读英语教学方面的书 看到一本我的Facebook好友所出的书 Jim老师光束英语 那因为这个线上借阅是有数量限制的 是有八本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当你借阅的数量限制到达之后呢 你就必须要从这边 你的这个个人书房这边 然后把看完的还书 OK 还书成功 看完的还书 这是我儿子之前借了哆啦Amon 这里还有一本叫乡名英文 原来是讲 这个本书也蛮有意思的 待会有机会来介绍 好 所以回到前面 我们回来看 Jim老师光束英语 这本书我听说很久 但还没看过 你想要今天呢 来再介绍读万卷书的时候 碰到了 这应该是老天爷的安排吧 所以一到十二章 Jim老师在脸书上面 有很棒的教学的影片 那所以你可以去把它找来看一下 所以看起来呢 就是奴隶没结果怎么办 基础没搭好怎么办 单字量不够怎么办 没英文环境怎么办 如何学以致用 如何瞬间听懂 如何过目不忘 如何脱口而出 OK 对大如流一目了然 下笔成章 这听起来看起来都是蛮有趣的 好 所以Jim老师 用他自身的这些经验 来跟大家来分享 OK 这里有一个中年大妈翻身机 OK 顺着本能学英文 好 我们来看 推荐 看英文的开关 好 Jim老师他有一个理念 就是20小时让全英文沟通 听起来是蛮吸引人的 Amazing 光束英语 好 阶段一 美国当家教 阶段二 儿童英语教学 阶段三 成人英语教学 三大心魔 杂草重生 好 基础没打好 心魔指数 这个写的相当不错 因为mindset mindset 心理学里面叫心智模式 那这个非常符合我的想法 跟Jim老师是类似的 画地制限 自己限制了自己 好 什么是基础 除破限制性信念 单字连不够怎么办 OK 单字忘光光怎么办 what 好 没有环境怎么办 好 有环境就能学好英文吗 所以听说读写 有input到output的步骤 alright 听说读写 好 那中间还有一个process 前面听 要听很多 才能够说 读 要读很多 才能够写 所以听说读写 就是这样的概念 好 那因为 这个书的智慧产权 有30% 所以我应该不能再带你谈下去了 虽然我已经看照过了 不过我觉得 俊老师的这本书呢 比较像用他个人经验来分享 然后 透过他个人经验来分享 让同学们先突破 什么呢 先突破心魔 先在限制性信念方面突破 然后 但是后面还要有20个小时的英文学习跟训练 那么 你就可以有机会 来开始用英文开口说 至于流不流利 那就看个人 practice makes perfect OK 这个是学习英文的博尔法门 事实上是学习任何语言的博尔法门 OK 所以 读完读书 这次介绍的书是 晋老师光束英语 希望对你有帮助咯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